哈喽大家好 我是书惠 吴哈哈小姐姐 Adam 陈老师 严席小哥 小语和熊大 2021年我发表了50多条视频 至少一个星期有一条视频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差不多有四五十条 108条视频 哇哦 一共发了48条 2021年我们发了103条视频 三日一句 博信 编博 责任 变化 现在开始了 我选择这张图 格局变幻莫测 因为在年初的时候 我是绝对不会想到 年末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上海 来到了嘉行 格局还是挺变幻莫测的 有一张我穿 黑色离不孝的很开心的照片 因为我感觉我今年有一个转型 之前大家可能觉得 我是比较可爱甜美的女生 但是 其实我也在慢慢长大 总结2021年的朋友圈 我会用一张我跟学生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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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年是我第一年 正式的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选择穿纳西民族衣服的这张 因为我平时很少穿少数民族衣服 2021年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新的挑战和困难 我在拍照那一瞬间是无忧无虑的 那就是结婚的照片 我发表了一些关于如何面试的短视频 那么非常多的人自信我看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呢 得到了心仪的offer 就让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 很有幸的做了一个关于我们中国旗袍的热搜 也希望我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大概是在暑假的时候发布了一条高考志愿填报纸的那条视频 有很多私信跟我报喜说他们被自己心里的学校和心里的语言专业录取了 作为一个自媒体博主 我不仅是通过视频内容去带给他们快乐 但同时也是能够帮助到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到镇上拿快递 看到了电锡小哥的包裹 凑近看了之后发现是隔壁村的人买了电锡小哥的产品 那一份上学特别感动 随着我的坚持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锡小哥的视频 了解云南 品尝到云南的特色美食 结婚的报告 我们两个人分别的时候 爱情都没有信任 所以这些人都没有信任 真实的爱 对 心态其实是起起伏伏 波动还挺大的 我更珍惜健康的身体了 一切都没有自己的身体重要 珍惜现在的健康 现在的快乐 天文学人之路 每年的时间 每年的时间 每年将来买一期 每天的目标 装好我们的房子 拥有一个完美的家 希望可以做出更多 有毅力感 好有影响力的视频 希望我们能做更多有特色 大家更喜欢的视频 我是可以许三个愿望吗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的视频 第三个愿望的是请再给我三个愿望